爸 是我 幸远快乐 上海挺转闹的吧 是是 今年春节这可热闹了 你听听 你听听 外面 一个劲的放鞭炮 我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 您在干什么呀 有没有吃饺子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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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饺子 机关食堂打来的 三鲜馅的 我给自己煮了一大锅 好 吃都吃不完 还有鸡 我给自己熬了一锅鸡汤 大带鱼 可丰富了一桌的菜 爸 我这边国际长途挺贵的 那我就先挂了啊 好了 好了 我不多说了 不多说了 挂电话了啊 来 来 是不是 想沉门来了 想呢 就去给他打个电话吧 不 我给他打电话不方便 我跟天阳约好了 一会儿他就给我打了 快 快到时间了 好 来 爸 我去接个电话 喂 白杨 天阳 姑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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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吃饺子了吗 吃什么饺子 我这啃面包呢 再说 我这边 比中华慢十二个小时 还没到呢 对对对 我忘了咱们这还有时差呢 你没跟程梦雷一起过年啊 他最近总不在宿舍 我听宿舍管理员说 这段时间总有好车过来接受 送过去 去吧 我觉得吧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 没什么 没什么 对了 今天春晚能不能 好不问 你是不是我兄弟啊 跟我还绕什么圈子 快说呀 我不是瞒着你 我不是怕你难受吗 你不说我更难受 行 我说啊 那个 我觉得 孟雷还有查尔德 最近走得很近 又是查尔德 你也不用多想啊 我可能就是 普通的聚会什么的 孟雷没给你打电话吗 我现在不是搬出去了吗 住的那个地方没有电话 单位它就是打进来 有可能我也接不上 所以就靠你了 帮我通风报信啊 行 这你放心 有什么消息我 第一时间都会 给你打电话通知你的 那什么 年也败完了 电话费挺贵的 对了 给那个 咱爸咱妈带好啊 我就先换了 好 再见 你也保重身体 行 挂了啊 这儿好点多啊 怎么样 挺 挺好的 对了 你大瓶白酒 还有你妈做的八宝鸭 干吗 给你陈叔叔送过去 哪个陈叔叔 还有哪个陈叔叔 陈梦里的大宝 他一个人在上海过节 挺孤单的 你过去陪他喝酒 行 爸 那一会儿我就过去 好 爸 来 来 来 叔叔 您好 叔叔 您看 我给您带着鸭子 给您带着鸭子 是吗 好 谁啊 谁啊 大年三十的 谁啊 搜尔 赵海英 你来干什么 叔叔过年好 叔叔 今天是大年三事 我们家人知道 您一个人过年 特意给您 做的这个八跑鸭 还有您 最喜欢喝的老北京二窝头 这还是热会儿的 我一直悟着呢 进来吧 谢谢叔叔 说你刚才那一席话 我彻底改变印象了 我以前脑袋里想象的 就是那个搞投机导把 被学校开除 纨绔子弟的完全不一样 叔叔现在开始 能有点喜欢上你了 谢谢叔叔 难怪我们家蕾蕾 是那么地放不下你 甚至都不想去美国了 叔叔 我敬您 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还有信任 是呀 真是 书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得给你提提建议 您说 好 你跟我们家蕾蕾 那是 有缘没分 他现在人在美国 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随都不知道 是吗 你们现在在两个 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生活 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同的认识 就是对一个事物 它也有两种看法 你们之间将来 会越来越陌生的 彼此之间的差距 会越来越大 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真明白 既然已经这样了 不如就彻底放下 这对你 对他都是好的 是吧 不是 从感情上来讲呢 他对你是有点残酷的 一时之间 很难接受 但是 叔看出来 你是个聪明人 将来呢 你会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而且我也期盼着 看到你这个未来 我 我都说了那么多了 你不会听不明白吧 叔叔 您说的这些 我都听明白了 您放心 我一定会慎重地考虑 我们两个关系 叔叔 我敬您 好吧好吧好吧 孟雷和查尔德 最近走得很近 你跟我们家雷雷啊 那是 有缘没分 你们现在在两个 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生活嘛 你们之间将来 会越来越陌生的 彼此之间的差距 会越来越大 他准备 Ho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